這家車廠近期可是說話題性非常高 而且曝光率也非常高 因為兩起連續的車禍 讓網友巧妙的連結了 他為什麼會爆紅的迷 原來是開這個品牌的車會遲到 一起來看看 深夜十點多 台中正下著雨地上濕濕的 這台白色轎車打了方向燈 不過卻沒有馬上啟動 好不容易他打方向盤 左切起步 不過回正回正回正 不要加油啊 踩煞車 說實實那十塊 整台車就這樣撞毀梁柱 衝破玻璃 用力處境超商里去了 電源嚇得魂灰破散 以為發生爆炸了 前一氣排下一輛轎 剛過十四路口 結果直接一個左轉 加速衝撞超商 碰得一聲撞爆了超商外牆 當場嚇壞民眾 好端端的竟然也有車 衝撞超商 難道又是桃園浩克翻版嗎 事發就在十號上午八點多 苗栗頭份的信義路跟德意路口 一輛黑色轎車突然衝撞超商 導致外面的扭蛋機 還有外牆玻璃 統統撞毀 索性沒有撞到人 不過大家都好奇 難道又是酒駕嗎 招式駕駛是一名24歲的 許姓男子 早上突然想買一杯咖啡 結果一看到超商就興奮的加速 哪知道衝太快 這下慘了 光是外面的兩台扭蛋機 還有瓷磚外牆跟玻璃 維修費用粗估二十萬跑不掉 這個會不會太巧了 只是想要喝一杯咖啡 直接開進這個便利商店 而且開這個品牌 為什麼會遲到啊 羅哥 對啊 這個其實 因為我們看他那個開車的方法 也就覺得很迷啊 這裡再怎麼 精神恍惚也不可能 就為了想喝咖啡 就得來速進了超商就對了 那當然這個事情 在這個網路上一定會 被酸到一個爆掉嘛 那然後呢 就有人就把這個我們影帝 梁家輝這個很早期 1997年的一部電影 就是黑衣精 就是影射台灣政治 那時候黑衣精嘛 我們都知道在講誰 有沒有 年紀輕的不知道 年紀輕的不知道 OK 那裡面就有螢幕 哇 好啊 他們開一個會議 有一個人遲到 然後那個梁家輝就在那邊質問 你做馬志達來的 對不對 你根本沒有資格來參加這個會嘛 我們都是做賓士 做勞斯來吃的啊 就這意思 所以你做馬志達難怪會塞車 哦 所以這個塞車梗就由此奠定下來了 這個影帝梁家輝 所以呢 最近長安馬志達 我們今天講了很多這個對岸的 有趣的事情啊 他呢就在這個 本期線索關鍵詞 他在讓大家 猜一下他的新代言人 主角登場威風凜凜 哎 這個代言人會是誰呢 好 那當然因為有一張照片在中國 也瘋傳最近啊 就是梁家輝呢在家裡面嘛 然後有一個劇組人員啊 我們這個臉被蒙起來 哎 就被打起來了 然後他就拿著一台 Mazda CX50的模型 對 然後在那邊打量 哎 然後呢 這個剛才這上面 在在徵求代言人這個禁猜啊 他上面就有一些提示 中國香港金像獎影帝 然後呢與Mazda有身後淵源 原來身後淵源是1997年 中下來了 重影經歷四十餘年 都對啊 中國電影百年百位優秀演 這裡面就可以去猜了嘛 對 所以大家很容易猜出來 就是梁家輝 所以呢 這個大家也就太厲害了 這個Mazda真的是 玩這個梗也是太厲害了 還有人說 他為什麼要找他代言 他當初不是酸了一下Mazda 就是嘛 所以我就會 所以我一直在想 他到底要怎麼解這個梗 對啊 這樣不好笑 他自己說了 他說哎呀 我當年是因為這個中文不標準啊 塞車 你開馬自達像塞車 怎麼會是塞車呢 這個三回轉 我覺得我可以接受 沒有沒有 但是這個轉得太硬了 因為以前那個電影字幕打得很清楚 對不對 你做馬自達怪不得你塞車 又不是說你開馬自達會塞車 總而言之 這算是一個大和解 這個跟Mazda身後關係的大和解 不過其實我們比較關切的是 CX50應該是不會進台灣 我們應該是會進的是CX60 60 因為Mazda要高級化 所以以後應該會進的是60跟90 就是走比較美規的這個 車型會比較大的這個 有別於現在很暢銷的CX5 嗯 了解啊 好 當然對於Mazda這一招 真的是他向來總是跟別人 走不一樣的路 所以這個神操作 真的讓人不得不佩服啊 不過講到Mazda 歐洲的這個執行長啊 他就表示說 這一款車在馬迷心目中的經典車 絕對永遠不會被淘汰 是什麼車呢 對 就是MX5 那我覺得這一定不能淘汰 因為Mazda已經沒有了R7了嘛 R7就是很厲害的這個當代的 當初90年代日本超跑的 其中代表性之一 那專制引擎當然也送到 這個環保的因素 沒辦法有效的延續下去 所以其實對於Mazda來說 這品牌裡面 你能完全強調所謂駕駛樂趣啊 或是所謂的性能化 運動化的跑車作品 就只剩MS-5 那MS-5現在在台灣販賬這一代 其實所謂第四代 那他問世也七年了 那其實目前因為其實外面有捕捉到 這個MS-5大改款的一個身影 也就是所謂第五代 那這也開始猜想了 現在就大家都要電氣化的發展 那下一代的MS-5到底 會怎麼樣一個做變化 那當然剛剛也提到了 Mazda高層確定這個MS-5在小跑車 一定會續命下去 那在續命下去之後呢 其實MS-5剛剛說 他為什麼代表品牌經典 第一個當然是他有傳承有故事 然後因為很多經典是什麼 現代當代沒有的 可是他有 是什麼呢 就是輕量化這件事情 很純粹 那其實在台灣販售 是2.0自然進氣 麻煩184P 但是前陣子在日本 還推出所謂的1.5的版本 原本就1.5的動力 他強調再輕量化一點點 換上什麼鍛造的鋁圈 再稍微偷輕一點 他產品也很大重點 車重只有九百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公斤 好輕喔 你現在去聽 到底哪來車 車重是一噸以內的 沒有 隨便 隨便一台都一噸二 一噸三 就連SWIFE都已經超過一千了 是 E-0多少 因為加上了這個微油電系統 所以那之後下一代的這個Mazda MS-5到底是怎麼樣 我估計啦 這個東西其實 我希望它不要加入微油電的系統 但我覺得有這個可能性 因為還是為了環保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對於Mazda 最大課題就在於說 當我要應應這個環保法規 去做一些妥協的時候 我真的勢必要加入 這個微油電系統 去降低 去提升一點油耗 降低這個環保 提升環保節能這部分之後 如何再維持MS-5一貫的 所謂輕量 小跑車駕駛樂趣這件事情 所以我還是希望 這個它只要能提供 純燃油的引擎會比較好 純粹一點 不然你微油電是個趨勢 但你重量增加之後 就會比較尷尬 進入了電動化 進入了新世代的車款 其實有很多 我們以前熟悉的配備 都慢慢的消失了 但是這個配備 已經有120年 而且還是我們的安全守護者 永遠不會被淘汰 是什麼 是的 我們剛剛有提到 這個電動車的保養 比油車來的減變 可是有個東西電動車 還是免不了的 是什麼呢 雨刷 就算你要開高鐵 開飛機 也是有雨刷這個東西 其實雨刷這個東西滿有趣的 它發展的減始大概是這樣 早年我們在騎馬 坐馬車的時候 因為速度慢 而且那時候工藝技術不夠 所以沒有擋紅玻璃這種概念 你說遇到下雨天 刮風怎麼辦 就瞇著也跟他拚 那慢慢的隨著汽車出現 一開始汽車 各位回想一下 這個1886年 賓市發明汽車的時候 那時候汽車也沒有擋紅玻璃 這種東西 可是隨著車的速度 慢慢的加快了之後 慢慢的就需要擋紅玻璃 這種東西 而且出現所謂的封閉式的車艙 大概在1890年左右 那個車廠開始封閉了 那你車廠封閉了之後 遇到下雨天 是不是就有視線的問題 那早年這個司機 怎麼去處理這個事情 哪一塊抹布 這個下雨天說 趕快擦一下 擦一下 一邊開一邊擦 不然就是什麼 頭直接探出去跟他拚了 可是你說下雨天還好 下雪怎麼辦 你頭探出去 你可能就僵住了 就回不來了 對不對 這也是很麻煩 於是在1903年 到今年剛好滿120年了 有人發明了這個手動的雨刷 它就很像我們現在的刮水器 就是你在擋紅玻璃的 下面有個搖柄 你去搖那個東西 那那個上面的雨刷 就要咕咕咕咕咕咕 這樣子動了 可是問題是什麼 那個很不方便 各位覺得有不方便嗎 各位 當年的汽車都是手動排檔 而且那時候汽車開不快 它的池筆很密 你常常要一直排檔一直排檔 而且它的方向盤 是沒有動力輔助的 你一手要排檔 一手要抓方向盤 你哪隻手去弄雨刷呢 所以很麻煩 那慢慢就有人發現 那我把雨刷跟那個皮帶 做一個連動 引擎的皮帶做連動 可是這個壞處是什麼 那當年引擎沒有在運轉的時候 雨刷也不會動 後來十幾年之後 就有人發明了所謂的雨刷連桿 解決這個問題 而且雨刷也從原本的 只有一段變成兩段 三段 到我們現在可以微調 那這都是一個科技上的進步 那甚至早年像賓士 還有推出過那種單臂雨刷 這麼快用那種單臂雨刷 或是 00 出唆 雲 出唆 by bwd6